大巨蛋的话题不断开幕以来是吸引了多家的美食品牌进驻 就连新加坡最大连锁餐饮集团 也看中了大巨蛋的极客魅力 引进了旗下第三间的品牌来台湾 招牌港点流沙包造型更是特别使用了棒球的外观相当喜惊 另外一方面呢日式的猪排店也推出印有胜利胜姿的超大猪排汉堡 号召民众一同应援比赛 世界12强棒球赛即将开大 除了用力的为中华队加油之外 也不忘来点应勤的餐点 像是旧业者推出了直径14公分大的巨蛋汉堡 上面还印有胜利的字样代表好兆头 把三颗腰内猪排的分量堆叠 敲打成一块超大尺寸的猪排炸得金黄酥脆后 再叠上面包、塔塔酱、高丽菜丝 不论正面看、侧面看都气势十足 日本猪排名店进驻大巨蛋 打赏棒球赛事一题 把猪排饭变成外带汉堡 让球迷边吃边应援 当初就是看在这是一个新的商圈 因为球赛跟演唱会 尤其是从年底开始有非常多的艺人 都会来这里看演唱会还有球赛 感觉上是比我们原本的预期来讲 是乐观很多 就是觉得好很多 同样看好大巨蛋湘金的 还有新加坡最大连锁餐饮集团 带来旗下的新品牌 进驻台湾 以甜菜根入色的手工制作肠粉皮 再包入炸米网和肠粉丁 粉嫩透薄外观十分心惊 而令到招牌港点 流沙包热腾腾出炉 不只外表搶眼可爱 还特地做成了棒球 篮球 足球等 三种球类的造型 且只有大巨蛋限定 撕开来 流沙内线爆浆流出十分抢眼 就是因为我看到的造型 加上就没有棒球赛 所以特别来这边品尝一下 这三种棒球 足球跟篮球 这个位置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 年轻轻巧一点的餐饮形态 我觉得台湾人满喜欢吃港点的 然后台湾的港点也满多 所以如果我们要来台湾的话 一定要有很鲜明的 跟与众不同的产品 我希望这个店 这个品牌 未来一年的可以突破 大概五六千万的年营收 越来越多餐饮品牌 进驻大巨蛋商圈 业者期许棒球赛事 演唱会越多越好 就是看好大巨蛋 带来的人潮聚集效应 记者唐嘉义丁郎镇台北朝报道